聚集比赛开始 还有几分钟 加油 这介绍得有点太突扰了 正常点 来吧 30秒 再来吧 好的各位观众朋友们 大家早上好 欢迎收看 由北体传媒为您带来的 中国冰湖国家集训队奥运选拔赛 今天是我们的第二战的比赛 我们来到了二期场的 国家冰雪运动中心 来为您带来今天的这场比赛 今天首先为您带来的是 一场混双比赛 在比赛道由藏家亮对阵刘思佳 今天也是非常荣幸的 邀请到了前兵户运动员 杜洪瑞杜志导 跟我们来一起进行 今天的解说评述 杜志导你好 你好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其实今天这个藏家亮队 对这南家文队 是我们今天的第一场比赛 对这两个球队 对这两支队您有什么了解 尤其是嘉亮这边 藏家亮这一组 我们看到的两个人 都是非常熟悉的面孔 然后经验非常丰富的两名运动员 但是可能在一起配合时间不是很长 也是因为刚组的队 参加这个混合双人比赛 南家文跟范素元是比较年轻 然后经验没有那么丰富 但是他们在一起搭配 已经有一段时间了 所以说墨迹程度上是比较领先的 没错 没错 其实 嘉亮这边 嘉亮和刘思佳 今年其实都是88年 今年已经30多岁了 33岁 年龄还是比较大 经验还是非常丰富的 看到这个第一局黄球的位置不是非常好 现在红球占据优势 是的 这边是藏家亮 看一下这一头 你这力量大点吧 不大呀 大点点 全力擦到底 二 二 二 小的吗 过来过来过来一直 好 好 劲儿不行 哦 劲儿不行 线路偏小了一点 没投到这个理想的位置上 这边四吗 那那个14秒 你这14秒 刻到了前面的这个黄球站位 是的 所以快点点 薄点 行 leider 我还不是 什么 这 我还是个地儿 3071 370正好 非常好 现在大一点 tag 线很好 19 下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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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下 再下 踏球 好球啊 这球做了一个轻磕 磕到了人心的范围内 站得非常 角度非常好 稍微懒一点 现在情况不妙 马上这个刘德嘉队选择了击打 好球啊 漂亮啊 一个传击双飞 我们看出来 专安亮和刘德嘉他们这对击打能力还是比较强的 爱看回放啊 这个球 非常漂亮啊 直接把两颗黄狐全部击出了大本营 这样的话给黄球施加很大压力啊 有三分牵制这个黄狐 对 现在这边曾嘉队对大本营内有三颗得分狐啊 看这个南嘉文怎么来应对 双方各胜两只狐 劲儿没问题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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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劲儿很好 绽儿 绽儿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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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狐狐狸 这球一定要绽到这个好的位置上啊 要不然这局很容易输大分 而且还没有后手 反正 看这球怎么样啊 好球 这球直接悬到了九区的位置 这应该是七区 对 圆芯的位置 我打多大 这样的话现在能夹闻起码是占据了一颗虎啊 在圆芯之内 而且应该是不太好击打的这一球 是的 因为他在前方的这个詹卫胡被挡住了 看曾家亮这球怎么选择啊 选打 还是要打 对 还不错 刚刚的话利用自己的球把这个黄球震出去了 效果非常好 曾家亮在得风区依然有三颗虎啊 而且这局他们是有后手优势的 对 所以这一虎啊对于这个范苏妍来说就非常的重要 非常被动啊 每一个球必须要投到好的位置上 要不然很容易输大分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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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要看着色刺了 看着色罗里边有点直 不行啊 这边有点直 您不着急 感觉过第一个第二个肯定能过 你让他磕个兜 好 你让他磕个兜 踏板最好 一片也行 那我走一半一半 一半一半行 小焦一半一半 可以再兜手一点 范苏妍的最后一头 踏板可以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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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踏板 踏板 天武看起来很小 千万不要磕� الرigue 插着张越傍过去的 蹭着过来了 这样还不错 虽然说红球一个劲 现在 也是有一定的压力 他必须要打成一个好球 才可以拿到两分 或者两分以上 是 虽然打一个吧 反正能有 Emperor 这个小焦的效果还不错 差一点点 插着张埃胡的边儿过去的 但是我建议你要是打顺势 要不你投也行 两分也够 你定 他那都是有 要不你打顺势 我觉得 打往里甩呗 这边刘思佳是不是要进行一个打甩 对 想用自己的那个红球甩 然后把这个黄球挤出去 还说想第一局拿一个大分 对 只要把这个黄球去打出这个位置 这一局他们能拿到4分 如果这个自己的弧位置好的话 但这球难度还是比较高的 对 第一局的最后一头 选择这个战术其实还是有原因是 可能对这个场地的滑制度不是很了解 不一定能投到很好的位置上 不过这球也看有一个失误没有打成 这球失误比较大 那么这样的话 其实在占尽优势的情况下 曾将亮这一局只拿到了1分 我不太理解 这球还是应该投一个 稳一点拿2分 对 直接悬进去 起码能拿2分 就是千万不要太贪 有的时候 对 这样的话 你后手优势只拿到了1分 这样的话 其实算是并不非常好的一个结果 对 战术实施没有很成功 这样的话 第二局把后手全力交换给对方 在南嘉文这边 对 其实这一局总体上 一开始的效果还是不错的 一直处在主动 对 但是最后这一下失误 确实葬送了好局 不过没有关系 这才是双方的第一局的比赛 对 双人比赛特别有意思的地方 就是说可能有一局 你输一个大分 4分 甚至5分 你都是有追回来的机会的 因为他这个比赛规则 就是让大家所有的球聚集 在这个圆心附近 有很多的很复杂的局面 而且我们看到混双的比赛中 其实一开始会有两颗的固定弧的 对 也是为了让这个节奏 比赛节奏更加快 让这个比赛更加激烈 更加好看 这一局拿到了这个南嘉文这边的后手 那杜老师 您给我们大家观众朋友们讲讲这两颗固定弧啊 一般是怎么来摆放的吧 这是有比赛的这个固定的位置的 他开这个赛会的时候会通知这个位置 可以了吗 然后每天比赛会根据这个场地的弧线 来挪动前方的这颗站位弧 如果说弧线比较大的话 这个站位可以放的稍微贴的大本营近一点 如果弧线直小的话 就是说他会离的比较远 是的 而且一般是这一局的后手方啊 会选择把这个弧放在了大本营的位置 对这样的话因为先手嘛 第一球整个原心是场开的 你可以投粘在上面啊 或者投在六区前方都可以 是的 所以说每一局的第一球肯定都是原心的这个粘球 选球 对 还行得擦 还是一直擦擦到底 线路不大 看这球能不能粘到 力量看着不错 效果不错啊 在这上停得到六区 还不错啊 这球 漏了大概 已经是最好的位置了 已经是最好的位置了 因为他这个虽然是漏出来的 但是传递过的前五颗球是不可以击打的 对对对 就算你看得到也不能打 没错 小一点啊 可以啊我赶紧小一点 行 那滑行行的 先紧过去吧 感觉力量小了 马上出来就擦冰了 对 这球 能不能擦进啊 能擦进啊 四区也行 四区也行 够够够 四区又行 四区又行 线路还不错 嗯 OKOK 行了行了行了 够了 可以了可以了可以了 刚话投到了这个中线附近的力量偏小了一点 力量稍微小了一点 还是在四区的位置 对 你就正常进行就行 对 然后还是一样的选择 粘到自己这个红球的上方或者轻磕一点都可以 下路等一等 力量 粘磕 不行 好 下路OK 等一等 可以 去把力量就行啊 你看来这一周在这个二区基地的场地 比上一周在首刚的场地 弧线会大一点 要踏下去 踏下去 是的 这个冰面上啊 感觉确实对于运动员说还是要再适应一下 因为毕竟刚刚转移到另外一个新的场地 对 他们应该是昨天进行了适应场地的训练 今天第一场比赛还是要刚开决阶段先稳一稳啊 先熟悉一下场地 很好的两个红球的位置啊 这两个球投的效果非常好 这样的话 后手的黄球必须要去把前方的詹卫胡清理开 保持一个中极敞开啊 这个后手看到前方情况不妙的时候 要马上把这个詹卫胡打开 这球应该是要打了 对 第一计划传击 哎呦 还不错啊 还不错 可以这个效果可以接受 这样的话边区也有一个站位后面的胡 是 而且这个中间的障碍胡也是被打开了 对 中间两颗红胡也是定着走着都打到后面的 应该再好一点的话 其实两颗胡应该是让他们离这个圆心远一点打完之后 是 红胡就是防守 保护自己住的两颗球 选择站位 应该还是站位 对 对 感觉这个线路好像掉大了呀 哎呦 没站上这样 对 这样这球 这样两颗红球是漏在外面的 是 这个站位用处不是很大呀 对 这个球确实 对 感觉失误比较严重啊 这样的话 其实 呃 南加文这边是可以直接打的 对 有打定的话 就有双飞的一个角度了 打流最好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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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抓住千万不要磕站位 哎呦这线路看得很小啊 哇哇哇哇哇哇 哎呦 这球 可惜了啊 这两边也是都出现了失误啊 对 都没抓住这个机会 对 这边是站位没站好 这边 南加文这边 尽管对方给了机会啊 但是还是磕到了这边 站位虎 嗯 最后还是让这个站位虎起了作用 对 OK 这行吗 这个还行 也不用擦 线路OK 线路OK啊 力量OK 这球应该还是要重新站位啊 对 还是选择站位 这样的话 线路看起来比上一个好多了 可能更需要下线 下线 好好好 再来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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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不错 正好站到了前方 这一球 这壶效果还是不错的 对 还是选择传击 对 还是得打 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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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轻一个 这样的话完成的是B计划啊 轻一个 站位轻掉了 现在双方还有一个湖 还是选择站位啊 这时候 嗯 对 因为现在在大本营区域啊 增加量队的红湖是由两颗湖能形成得分的 对 你可以往外站 但是不能掉 还是保护一下 挺滑 非常滑 OK 就是这个时候越保守越好 对 刘思佳的最后一湖 刘思佳也是比赛经验非常丰富啊 代表中国队也是参加过 或者说包括四人冰湖的很多世界大赛 我擦了几个看线 经常看冰湖的朋友们可能很熟悉啊 这些面孔 对 因为像曾家练啊 刘思佳我们今天提到都是比较 经验比较丰富了 出现在更多的这种比赛之中 下线 下线 再来下线 下路看起来不错 再来 再来 应该是没有什么问题啊 对还是一直在擦下线 好球 漂亮 这壶的质量是比之前两个都高一些啊 其实站位难度不高啊 但是 放在这个最后一球的时候 他更考验了这个运动员的心理状态 挺着压力 他一定要抓住好这个机会完成这个球 要不然很容易这个输分 那么这样的话 压力就来到了南嘉文这一队这边啊 我们看到右侧这个线路还是够投 投到这个后面 红球上面拿一分的啊 逆时 看看这时候范淑岩的这个了解场地能力怎么样 对 看他怎么选择啊 第二局的最后一投 逆时已经半天没投了嘛 不知道场地滑测度怎么样 看能不能投到圆芯的位置上 看能不能投到圆芯的位置上 确定是8吗 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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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油 8 8 这边突然掉线了 8 8 这掉线很夸张这边 我们看力量也小 对 没办法了 对 力量和线路都不好 一样的点 跟第一个一样的点 这样的话 增加量拿到两分啊 而且他们是先手 先手 偷了两分的情况非常好 对 这一局 对于南嘉文这边啊 确实后手没有打出来 非常可惜 还是有一些衔接做的不够到位 击打能力 击打那个失误那个双飞啊 被抓住很好的机会 嗯 其实我们看前两局双方其实都有不小的这种失误啊 对 是不是跟场地还是有关系啊 不太熟悉场地 一可能是跟场地不熟悉 二可能是自己发挥的问题 我觉得也不能完全这个去责怪这个不熟悉场地 因为两双方队伍都是在一个一样场地上比赛 没错 所以还是希望两队的选手啊尽快的进入状态 因为早上的比赛嘛 时间也比较早 调整场的状态最重要 现在来到第三局 依然是南嘉文这边后手 这个其实我们看两局过后比分虽然说刚3比0啊 在这时候对黄球南嘉文心理状态上肯定会造成一样压力 这个冰湖比赛因为时间很长嘛 非常考验运动员的这个心理状态 是的 一旦落后了还能不能调整好状态打回来这个比分很重要 对尤其是这种长局的对决中自我心态的调整能力是非常重要的 好的 第三局比赛开始 这边选择刘思佳来投第一个虎 正常 正常不行不行不行正常 正常正常擦一擦 正常得擦一擦 第一来够啊 不行正常得擦一擦 别 不够不够擦一擦 第一虎还是选择竞赢了 不行8085还不行 这就是75 还是4 停在了一个六区左右的位置 而且 能听到这个场运动员还意在交流啊 这个冰场的情况 一定要及时做好这个总结 然后去做出反应 890运动员 尤其是这种两个人的运动员 就每一局互相的交流会更方便一些 还是线不小啊 这球 今天真是连着失误好多球啊 对 失误比较多 这样的话把 增加量这边的一个鸿湖刻到了大本营内 对 其实已经经过这个两局的比赛了 应该对场地有一定的了解了 可能今天状态不是对家了 没有调整到这个很好的模式中去比赛 两队到现在为止都比较慢热 这部比赛状态的比较慢 但是还长吧 现在才第三局的比赛 对 这壶效果还不错 不错的一个船机 对 船球 这边是吊起来啊 哇 我看见了 我说我说倒里倒吗 这场地弧线很大呀 我们看到 尤其这个 到达一个弧线峰值之后 后期掉线特别大 是的 是的 这是一场地弧的 我说这两个人 对 是一场地弧的 对 是一场地弧的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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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球 还是想找一个传机嘛 嗯 但是A计划没实时成功 B计划清一个站位也是可以的 清了一张 还是后手保证这个中区敞开 没错 好 OK 力量够啊 哦 看不到点 我觉得力量够 力量够 力量够 这可以稍微 稍微下点线 不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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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线 他可以还可以 应该没问题 没问题 还是一样的站住啊 就是站位 还是站位 还是站位 打掉一个我再战胜一个 这个跟上一局的这个差不多啊 对 还是选择防守 这个时候选择了 不选择天站位了 不选择击打了 选择传球传到 要磕一下这个圆心五区红球的这个位置上 把自己头填在前面 把这个红球变成垫背球 手力量还是偏小一点啊 一定要踏过来 还不错啊 还不错啊 这效果 对效果还可以 这样的话 起码这个黄球停在了前面 如果对手选择击打的话 他是有一定相关的风险的 没有选择击打 看来这边相关的风险比较大 对 对 因为如果打这个黄狐的话 很有可能关联到自己的狐 对 小一点点 OK 力量 力量下个OK 下个可以等一等 好 五阶先 三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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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个没人体啊 不要走啊 还行 八九阶段 对 下来 继续下 这球轻磕了一下 力度好像稍微小了一些 对没有传到这个最有效的位置上 现在应该是选择传机 传到这个把自己的黄球传到芸芯这个位置上 看看他们俩怎么选择 传球 这个球线路非常重要 下线 这球 线路偏大了一点 再掉下来一点应该能传正好传到这圆芯上面 这样的话其实还是红图 圆芯附近是红图 更靠近圆芯一些 对 而且整个现在 右半边这个场地前面是有投球线路的 可以再投到这芸芯上面 这边我还得75 这球可以已经到不久 这么大 对你坐后面那时候 这边看刘思佳会不会直接选择选进去 这边看刘思佳也是有一段时间没投过这个逆时针的场地了 不知道对这场地的了解怎么样 踏住 力量偏大了一点 力量稍微大了一些 看的话 摔到了后面 好这样两个红球近 对 两个红球现在都能够行中得分 对整个圆芯还是敞开的 露在那边的 还是有投一个拿一分的机会的 那起码这局对于南嘉文他们说他们后手方也不会拿大分 对 那么这个红球这局的还是比较成功的 前期的比较好 他们这两个人的配合 可能是对场地的了解 比另一队了解的来的更快一点 是的 分速员的最后一头 诶 这时候 稍微偏大一点 稍微偏大一点 稍微偏小点呢 不小 稍微偏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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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劲儿大 而且 一个失误啊 对 这球线路也不好 那么这样的话 力量特别大 是的 胡胡再拿到两分啊 又是一个先手偷分 然后连续这个黄球后手给了很多机会啊 对 这两个后手局 南嘉文他们队打的都不是很好啊 对 那么现在三局过后啊 增加量队5比0领先南嘉文队 那么这一局您觉得南嘉文这边问题出在哪儿啊 还是说一个对场地的不了解吧 不是很敏感今天的这个反应 嗯 可能这个相对来说 而且一些击打呀 一些投球应该 按理来说就是应该必须要成的球 很关键的这种球没有打到很好的一个效果 对 导致了这个失利 看的话马上选择了边区进攻啊 对 我们冰湖比赛在汇数上 是有一次可以选择边区进攻的机会的 对 那杜志导您给大家讲讲这个边区进攻和中区进攻 会优势会在哪儿 对于后手来说 刚才我们说过嘛 一直在轻站位什么呢 肯定是想把这个中区敞开 最后是比较有优势 给自己最后一头 留一定的这个空间 所以说选择这个边区进攻的时候 就是说为了中区敞开了没有站位 然后赢了已经有几个球了 看看能不能拿到两分或两分以上 是一个后手拿大分的机会了 但是我们能看到 这次他们选择的这个比较早 第四局就选择了这个 一般可能相对来说 都是等到这个后期再选 但也是因为这个比分实在差距比较大 刚开始上来 前三局现在比分已经拉到了5比0 所以说想在半场之前 把这个比分尽可能接近一点 追一追 对 其实在之前一战手钢战的比赛的时候 南加文他们组合表现的是非常不错的 他们四战全胜获得了第一的成绩 他哪个红 但是来到二级场的基地之后 可能第一局的表现并不是很好 但他们的实力还是在的 对 很好的一个分球 把站位分开了 这样的话把这个边区进攻的机会分掉 好球啊 我们看出来这个 刘思佳 赞加亮这一组 对这个场地非常的熟悉 然后也是非常发挥非常稳定 今天 因为我们说今年咱们中国国家队分成了两个队 一个是国家集训队 一个是国家挑战队 而赞加亮和刘思佳他们正好就是在这个场地 作为他们的主场 所以可能会更熟悉一些 中间浮一点 可以大一点 插一插 插一插 现在很好 现在没问题 这个力量 这个差不多 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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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真是 不知道是对场地了解不好还是今天运动员状态不好 是啊 范苏妍今天 这15说实话还是有一点说不过去了 是的 很好的一个机会让你投出第二分两分牵制的一个机会 这球就放了 就是没问题 而且前面没有任何的障碍 这球前面没有障碍就直接进行 很不应该的15 嗯 手管还是不太好 等一等 再等 咳不上吗 嗯 薄个皮 正在往下掉 行 好球 打的有点薄 还可以 他想粘到这个黄球上面 对 线路偏大了一点 中间往色一点 我都给他磕出来 就打掉的好 这也够用 效果也还可以啊 这样的话还停在这个黄球前面的比黄球近 85 8085 走到踏板 我扎他离脚 踏板扣一点 扣一点的扣一点 应该会有段线 选择反粘 再粘到这个红球上面 80 力量挺好的 向七线 线不停了吧 对于这球线路不太好啊 对 掉大了 对 这样的话给对手一个 比较简单的一个双飞的机会 打定就双飞 对 直接的打 把两颗黄狐都可以打掉 对 前面的球打定就可以了 试试起来不难 看增加量这一球啊 如果这球打成的话 这一局后手又是没有一个拿分的机会了 感觉很接近啊 应该没有问题 线路不错 漂亮 看的话轻松打掉一个双飞 对 那么这样的话 大北营区有三颗的红火啊 而没有恍惚 现在 这一局又是这个 虽然说选择了边区进攻啊 但是后手 没有 不会有这个拿分 大分的机会 大分了 嗯 因为现在不管你投到哪 对手都选择击打 打掉你这个黄球 除非等这个红球有失误 他们才会有第二分的机会 对 还是说这些问题出现在那个 这个范苏元那个球 对 没有玄境影影响比较大的 对 很简单的一个机会没有抓住 现在线线大 现在线靠外啊 可以等 电路可以 顶线大着就行了 线很好 其实力量要 这球很重要啊 一定要投到好的位置上 你现在一直来就行 过不过两人 力量感觉还不错 一定要粘上 哎呦 这球 好球 这样的话 头队也算是 在这两个球的前方了 对 他打的话有一定的相关性 要打非常薄啊 把这个球薄掉 但是选择力 大力啊 大力就是最大的力量去击打 这样的话 即使相关的话 黄球也是能出去的 你处理掉这颗黄球 对 还是先把这个黄球处理掉 对 其实把自己后面那个红球打掉 我觉得也是好事 因为你只打掉黄球的话 对手还会再往上面粘 对 如果粘的再好一点的话 他就打不掉这个球了 所以说处理掉后面这个电背球 也是不错的一个事情 这球这一局 曾经拉他们的战术还是非常稳的 对 而且没有什么压力 毕竟领先5分啊 这个营里还没有对手的球 嗯 感觉没射到那么射 很拔吧 对 你想奔90吗 我8人 我觉得应该不对 就是拿1分 行 那就往后拳 9区也行 因为奔7580 嗯 选择悬到这个中区红球的后面 75 得擦得擦得擦 还是有力量小 力量小 感觉 也不要着急啊 这个时候 好好判断 这个 力量很好 可以抖啊 线够 线很好 正常带顶线擦 顶线擦一擦 不要着急顶线擦啊 放一放 好这样正好悬到了后面 非常好啊 这个 正好藏到了这个红球后面 红球后面 这样的话 对于红球来说 他们想击打就比较难一些 对 不让他得了 现在 那也行 这时候看这个红球能不能抓住机会 选择沾到这个黄球上面 可能这个传机 还是说没有 不是很有自信啊 觉得可能失误可能性 比较大一点 风险比较大 选择了这个粘球 这一局还是稍微稳一些 比分领先很多 这局只要不让对方拿大分就可以 对 但每个人的这个选择风格也不一样 嗯 当时我的话 我肯定会选择用前面的红球站位 稍微冒险一点 对 因为即使你领先两分 领先五分嘛 给他两分的话 也是可以接受的 这样的话把后手换回来 还是很好的 很有优势的一个局面 对 而且这两个球 难度不是特别大 他两个球离的距离还是比较近的 小点吧 你看线 你看线 小点 我感觉比较小点 大一点 场地固件非常大 能是完全能下来的 好球啊 好球 然后粘到黄军的上面 都不选打了 但是还是有这个第二分的机会啊 只要投到这个小白圈 粘到这个圆心附近的位置 就有第二分了 两分 对 但是今天这个 大家问问范苏元 今天的这个投护成功率不是很高 嗯 悬护成功率 对 线路和滑车 樱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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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樱边瘦一点吧 还是近一点 看他能不能尽快调整好自己的状态啊 把他的手感找回来 我怕磕他去 行 行 行吧 我往外半个球都行 第四局的最后一头 可以先擦二折的小 现在没问题 还是觉得力量比较小啊 出来就马上擦兵了 够够够 看起来不错 线路也很好 线路还可以 插住啊一定要插进来 呃 线路大 对大 来点来点来点 但是还可以 整个进来 看的话 黄球一个进应该是 对 力量非常好啊 在这个提线的位置 但是线路稍微差了一点 但这样的话还是拿到一分啊 后手拿到一分 还是很被动 对 现在 半场比赛过后啊 一比四 一比五的落后 四局比赛啊 南嘉文这边 一比五落后 今天确实他们的状态 不是非常好啊 失误也比较多 看看这个短暂的五分钟 中场休息之后 会不会有一个更好的调整 嗯 好的各位观众欢迎回来继续锁定北地传媒为您带来的中国冰湖国家集群队奥运选拔赛第一天混双的比赛 这是比赛道由藏家文队对阵南 藏家亮队对阵南嘉文队 其实第一局啊上半场上半场的比赛这个南嘉文他们对发挥的并不好到现在为止一比五落后看经过这个中场休息短暂的调整之后 能不能把这个状态找回来 对比赛还是有机会的 对比赛还是有机会的 我们上半场也说过这个双人即使领先了这个大比分之后还是有机会追回来的 对还有四局的比赛 所以说这时候很考验运动员的这个心理调整的状态 有点像磕 像磕了 不行 线很大 没下来 力量 呃 钻 等 还要可以 线不偏大了 线不行 还热大 线不行 线很大 哎呦 有点大 力量也大 投到了后面 这球 线路大 力量也大 对 力量也大 投到了十区 对 粘了一个边 九五应该粘四秒 这样的话这个黄球基本上就没有用了在这一局 对 对 刚应该是想粘到大饼中心那颗红壶上 但是没有能够粘到 对 不用说粘上面 但六区也是可以接受的 对 就所以失误趋向一定要调整好 你这个失误怎么用一个好的方式失误 不要把自己的球变成这个作废了 力量也是大呀 投到了提前后 这样整个人心眼敞开的 要不要把前面打开了 行 门加稳 大一点 8 4 看着还挺好的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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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5 5 赶紧把站位清理开 对 人家闻的状态慢慢找回来了 对 这边还是要清账应该 这个球 这个是清站位能清出来最不好效果的一个清球了 是的 你可能想打这种传击都很难打出来 还把自己的后面红球打掉 还把自己的红球打掉一个 这个表情一下子很忧郁啊 曾嘎亮这个失误啊 确实不应该 没事唯一好事他还是还领先现在 对 还是他们这边心态要再放松一些 毕竟领先优势还是蛮大的 对 而且今天南加文和范苏妍这边状态确实不太好 这时候机会来了 这时候有个失误的时候 这一定要抓住这个机会啊 对 下线 下线 插住 再走一走 再来再来 可以 还可以 还可以 这球虽然没有粘到 但是 还是停在了前锋 郑伟胡的后面 能够藏起来 然后帮你 不小 412就滑雪正好 412就滑雪正好 不行不行 还是把前锋的障碍清掉 可以再慢点 但时间有了事 确实这两壶的效果都不是最佳啊 曾嘉梁这两壶 这个球还可以 这个球起码把前面的障碍清开了 就把障碍清掉啊 对 看南加文 在我们混双比赛中 其实是一名队员投第一个弧和最后一个弧 而另外一名队员投中间的三颗弧 对 这样的 而且这个方式还是每局是可以换的 对 可以实时进行调整 对像这一局就选择南加文来投中间的三颗弧 范苏妍投前后的两颗弧 这球还是站位啊 应该是没有完全站上啊 站了这个球的一半 正常打一个 对 看这个后面球还是露出来的 这边的话 三阳亮是不是要选择击打了 因为你要再找也行 反正 但是他下巴不能再站上了 现在就挡一点 你最好能磕丁 我觉得可以这时候直接去进行营里的这个球的一个击打 嗯 反而之后他还是想想 这时候 或者清磕呀 可以 对 因为这个障碍湖没有完全的站上啊 对 还是有线路的 抓住这个机会一定要 有线路的 好 对 你把你找他一个 也行 把你找他一个只能传 你让刚才打电 或者是什么 对 分这两个 行 好 我先把这个 你要把镜也可以 分这个 好 这应该是中国队的教练系 嗯 我们看刚才还是 中国的现在有一些外轿在队中 他们还是选择了站位传击 打定就行 打定奔这来 奔这来 出去了吗 实际上不行 往外找那个角也行 如果打定的话 像他们说的最好效果 应该最少能处理掉两个黄球 对 作为一个传机 看看效果怎么样 还是线路偏大 清掉站位 把站位伍清掉 也算还可以 没有传到 现在局面黄球还是很主动的 只要是这个滑色的话 对 他们在伸手方这一局有可能会偷分 一把劲吧 三个八 对 一个十局的一个劲 滑四对 不不不 三到九 三到九 不得多后面一点了 多后面一点点 对 我们俩九的话 上十一点没事 二方 你要不赢也行 行 最好赢 行 下线下线下线 下线下线下线 那边还可以 再来一下 再来一下 稍微大了 上底线啊 底线吗 上底线 上底线 底线去放 可以放 凡苏严的最后一头 有减了 看看这球效果怎么样 要他 下线 我打扎厅比较 喘一点 喘一下 可以啊 效果还可以 这样的话黄狐现在是有一分啊 还是能看出来 相对来说心理状态来说 这一对红球的这一对心理状态还是比较轻松的 是的 毕竟是两名拳经验都非常丰富啊 在这种比赛中临场的调整能力 适应能力还是比较强的 对 今天的状态他们是领先的 对 而南加文和范苏元这边一个是97年的一个是96年的 还是稍微年轻了一些 对 刘思佳这一局的最后一球 选择了放弃 对 这样就相当于给一分啊 对 要不然如果想去进行中区那些击打呀 很有可能给两分现在到三分那一个 对 所以就给一分 对 这样的话起码把这个后手的优势拿回来 嗯 现在的话5比2啊 对于南加文来说啊 慢慢追 这局先手偷掉一分 还有三分的差距啊 比赛还有最后的三局 这一局其实主要还是刚才增加量有一个失误啊 对 还是比较影响的 镜头画面也是给到了两位教练啊 这两位教练你熟悉吗 多久了 太熟悉了 啊 之前也带过您是吧 对 呃 右边那个是瑞典的Peya 他也是拿过好多次这个市场冠军 左边的这个是他们双人的教练 Tommy 都是比较有经验的一些教练了 对 那其实像现在队里 呃 咱们去请这种外籍的教练多吗 呃 现在目前我们有三位外籍教练 在队里执教 正好是男队一个女队一个 然后混双一个 就是他们来自这种 其实普及率 冰湖普及率比较高 然后水平比较高的国家 确实能带来很多先进的经验 对 不管是训练方面还是比赛的一些临场调整方面 对 因为毕竟这个冰湖项目在国内发展比较短嘛 时间 是的 参与的运动员也比较少 对 对 我之前看有采访说 冰湖运动员都觉得自己其实是像大熊猫一样珍惜的国家动物 但是近几年随着咱们这个冰雪的运动的普及和开展 慢慢的情况会好一些 希望会有更多人接触冰湖这项项目 对 就像从大熊猫这种冰威保护动物 可能变成一个二级保护动物 也是希望借着咱们这个北京冬奥会的机会 然后能够让更多人了解这项运动 慢慢参与进来 又是一个失误 这个球没投进营 他就在二区一家玩 你四点二六到二区 有点四 对 这个球还是有事 我们看他们也经常会说这种几秒几 这种应该是表示力量 是吧 对 是一个运动员滑行 就比如说现在 从底线到他通手前置线的一个时间的一个测量 然后我们用这个时间测量来能判断出这个球的滑涩程度 对 很精准的 我们这个数字都是精确到小数点第二位的 对 所以对于这种临场的判断还是非常重要的 这球不错 直接选进来 起码大本营内现在是有两棵红湖 而且位置都不错 在这个黄湖的正位湖的后面藏的还不错 看这个球 行 九二 差不多差不多差不多 线可以 线路很好 线二大 力量 力量怎么样 力量很好 下线插可以 下线插在前面的 雨量插过来 像后面的吧 雨线来 下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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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够够够够下线再下 快快快快快快快 这球 选 选择了这个B计划 但是效果是非常好的 对 直接沾到了下方的这棵红湖 对 这个时候压力就来到了红球上面 这球应该是要先把障碍湖清掉 对 清掉这个站位 怎么可能发生那么多 对 清掉一个 对 这球难度不大 刚刚增加量的表情也非常有意思 还是A计划是要清掉两颗站位 对 这球 打掉了一个 不还可以 也在能接受的范围内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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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样的线路一样的这个力量 一样的这个力量投到这一样的位置上面 快 快 快 下得很好 可以下了 抓住啊 都不错 下线 下线 过去 漂亮啊 这球 加油 看家闻这球投的质量非常高啊 这样的话一下子把这个局面啊变了一个样子 我还打逆时吗 都可以 这样的话现在有两颗黄胡是都是得分的啊 对 而且跟这个后面的红胡也形成了关联 如果要打的话很容易去关联到自己的胡 对有相关 对 不过就算相关也必须至少要记打了 因为后面那个红胡已经是没用了 好的 掉线 可以 刚出来这就掉下来了啊 线路比较小 对 但是把前方的障碍胡轻开 是第二计划实施了 嗯 我还有一个 你还有一个是不是 球手出 你这个没敢往上给 你看两个队员也是进行了一个技术总结啊 这个 出手非常软 就是说 意思是说 出手的一个点线角度啊 没有说达到最理想的一个点线 是的 在这个线路偏离 4秒4秒1 4秒1 直接4秒1就行 其实每个球打完之后 互相的交流还是非常重要的 对 就看这一壶自己的得失 也能跟队友去 一定做一些有力的反馈 对 5秒1 我可以下 现在的状态还不错 我们找回来了 对 大力肯定是过不去 找的他还是站 找你只要找着了跟你直接打 就是一二的 找的加油 这球我打顺势 让他这么往下走一点 完了那样 可以 还是选择进行传击 因为这个时候也没有什么过多的选择 尤其还是后手 一定把前面那个中场打开 看这球能不能把这个 大北营内的黄虎给击掉 这球需要打到前面站位的偏左一点 形成一个传击 对 感觉很接近啊 对 哎呦 还不错 还不错 嗯 一般嘛 我觉得像我打完之后 人家两个黄球就进了 对 来点擦兵 嗯 啊 这球 接到了一个 打的偏厚了一点 是 应该再薄一点 再擦一擦 这样 一下子这局 对 有一个很大的改变啊 黄球非常主动现在 对 投一个三分牵制 如果是这局黄球是后手就好了 直接投一个拿三分 对直接三分了 可惜红球是后手 他们还有最后一头的权利 看翻苏妍这一头 踏步 起 五 五 五区吗 五区 可以正常擦 下线 得擦得擦 勾勾 还小吗 小就小 别向紧赶来 紧 必须地承站了 必须地承站了 勾勾 一定要擦进来啊 没问题啊 力量可以 力度还是可以的 这样打到了 对 四区五区之间的位置 四秒一啊 这球其实禁赢就行 投到有一个三分逼着的牵制 当然还是说力量比较小 最好的位置还要投到这个六区上面 不给对手最后一投这个线路 这样的话还是有机会 后手投一分的 一棒一棒一棒大一点 但是这球的难度就稍微大一些 难度比较高 需要选到这个圆芯附近的位置 对 80 行 80 我稍微大一点 80也行 第六区的最后一投刘思佳 把六 你看线 你先踏吧 你先踏 二 哎呦 这一球力量上 线路看起来小呀 力量还可以 哎呦 这样磕前面站位了 也不行 这样先手成功偷得三分 对 这边 南嘉文偷了一大分啊 劲不行 先手拿到三分 这样一下就把局面逆转回来了啊 这一局 所以说之前说过 即使落后啊 还是有拿大分的机会的 对 所以在这个尤其是混双比赛中啊 对 这个比分啊 单局是有可能拿大分的 好比较好追 对 那么这样的话 三分拿到六局比赛过后 5比5平了 嗯 双人比赛还有看点啊 这个起伏很大 起伏很大 之前四局结束 我们以为这个参加量比较稳啊 但是这一局就偷到三分 一局的一些失误啊 导致一下子比分追平了 所以还是要稳定性是比较重要的啊 尽量减少失误 所以必须得要一看 咱得两分 他没有了 咱得跟他博中去 嗯 可以 那个佳伴 我们打那个 哎哎 对 这球参加量也是选择边区进攻了 一定抓住这时候后手的机会 对 行行行 现在刚被比分追上啊 这一局 其实参加量还是想再去把比分拉开一些 我没记错的话 双人的规则应该是不允许 这个连着两局打后手的 即使你打0比0下一局 你也是变成先手 嗯 所以说他这一 第七局是本局 本场比赛最后一个打后手的机会了 所以说赶紧使用这个边区进攻 是的 这一局其实就算这个单加量的最佳后手拿两分的话 也是可以接受的 因为下一局单加温又把这后手拿回来了 拿回来了 还是都有机会的 所以说我们看一看这局情况会变得怎么样 我看你那个三分边就掉的有点 你放一半 不是 对我们看两人还在交流之前一局的比赛啊 这个情况 他们两个在反馈这个场地 哦场地 对从上一局的打一些球 把这个场地的弧线啊 以前打过的这些滑速度总结一下 哦 也是借这个比赛慢慢进行啊 对这个场地也会越来越了解 对 先先踩踩踩 我觉得掉线了 顶线 是两人从这个中场休息之后 我感觉 状态会调好了一点 对 这一球还是失误了 想投到这个后面啊 这样的话帮助对手站回了 今天发足远的状态一般啊 他的这个成功率不是很高 对啊 我们看他今天投狐的成功率 失误还是稍微偏多了一些啊 今天早上 点小点 什么 96 96不小是吧 灯的还行 还行 但是这个不行 这带的定线带 这样的话选择边区悬进 把这个第二分投出来啊 对 还是做一个牵制 我们看到这个从流往外这个点线 掉线非常大啊 嗯 然后也是有失误 也是误了 因为这半边场地两双方都没有打过啊 目前为止 对 打得比较爽 这个点线嘛 边区头都没有打过 嗯 这球掉线还是严重的 对 不是不是不是 我说多给章 这儿还赢过来 我多用两步就下轻夹了 行行 点击一半 点击一半 一定靠点 3-7 行 最后一期就行 行 行 好 好 好 行 非常好 不错啊 这球很漂亮 好球 好球 南嘉文确实这两局状态不错啊 对完全抓住了机会啊 完全藏到这个站在后面 而且比红球近 对 南嘉文感觉下半场比赛状态慢慢找回来了 对 成功率非常高 这边 选择拳打 对 带着点啊 猜猜 看这边掉线特别大 你看马上就掉线了 你看到这个球里中线的位置越来越远 对 这边这个场地啊 就进行了一个失误啊 确实这个 这边的场地可能还是不是很熟 因为这边打这边比较少 应该没打过这边 目前为止 对 你这劲得倒满了 大度掉下去了 现在根据这个场地的情况 及时调整一下自己出手的这个力量和线路 白加一巴一巴 白边一巴巴 我这边记景点刚刚是白边扣一下 没事 我觉得可以 可以下个掐的 什么都能在白掐一粒 我刚才从前他都投出去 没有 这样选择投到云心中线中区的位置啊 原力量可以 顶线卡 其实就是把第二分投出来 两分牵制后手就可以了 这个球位置只要不给对手一个双飞的角度就可以接受 就行 正常卡 正常卡 他的期限平行 好 比特进 一半 一半 OK 没问题啊 还可以 效果非常好 这样两个球平行然后两分进 而且这个两个球的之间的距离控制得也不错啊 对方没办法直接打掉的 好球 场外线大一点 OK 我往他那边甩呗 对 这就很关键 带着点啊 готов 往那边甩 太太 会 好 不可以 只是说想进一个打甩 对 转球的距离拉远一点 对 先把这边靠右侧的黄斧轻掉 然后自己的甩到大北营副中心的位置 这时候两个人我们听到战术出现了这个不一样的意见 对 要不然可能看到这个局面不错 看看有没有偷分的机会 但其实这个时候一定要稳 确保把这个逼得 让对手逼他得一分就行了 这边选择了暂停 这个一个是粘球 一个是打掉后面那个红的 当然两个战术不一样 也是导致了这两局的目标不一样了 其实在每场比赛中 每队是可以申请一次60秒的暂停的 所以这边南家文也是选择跟自己的教练 包括队友再商量一下这球怎么打 因为我右边沾你刚才说 不是你刚才说的 是沾还是打 对 其实如果我选择的话肯定选择击打 这个你粘球跟击打风险肯定是粘球风险更大 对 一旦粘不好对手可能有三分左右的一个机会 这球打掉是比较稳的选择 对你打飞了都可以接受打飞了它也只只有一个红球在营里 对你打飞了都可以接受打飞了它也只只有一个红球在营里 这时候没必要冒不必要的风险 对而且现在落后其实也没有落后 对上一局表现不错这样把比分也追过来了 所以这个时候还是要稳一稳 对 没问题加油 9秒 没问题啊 看起来非常好 好球 一个打定 这样的话两分黄狐现在两个进了 这种球是来的往往比粘球简单得多啊 对 这球难度会小一些 而且成功率会更高 对 冰湖比赛就是一定关键点 是把自己用自己最简单的一个方式处理之后 给对手形成很大的压力 是 他刚刚打那个是2秒8 这球藏家量还是要打掉啊 对 看能不能争取打一个双分 他是直接奔着一个打的 奔打一个 对 开一扎 开一扎 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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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呦 给的太大了 这球 甩的太大了 这样自己也出了大个赢 打甩甩到这个后面这个黄球的上方 让这个黄球变成垫背球 还判断上六十佳出现了一个失误啊 擦的比较晚 我投到篮球都行 我记得你也就是85的 篮球偏外都行 8590 你走哪个点 我走的是这 对8085感觉下去 那么这样的话 这一局范苏元应该这一球是直接悬进去就行 对 形成一个两分 来边收一点 这球力量是不是有点问题啊 刚出来 力量小 对 力量小了 马上擦一下 下线 下线 但是最后还不错啊 最后的结果还可以 只要有两分牵制 其实就是一个好的一个情况 稍一点 我再往下擦一擦 下线往这擦 这主要我球是出来就全力点降 有点控制出现了 所以说这一局黄球的战术实施的非常成功啊 逼得后手只能拿一分 对 第七局的最后一头刘思佳 感觉不妙啊 这球 不是吧 哎呀行 哎呦不太行 这力量 有点大 这样的话 力量不大 线路小 这球直接甩出去了 那么南嘉文再次偷了一分 这一局董家亮他们选择的这个边区进攻 也是没有能够奏效 真是从第四局啊 一直到第七局连续偷分啊 连续拿分啊 这个南嘉文组 就是其实中场休息之后 这个状态慢慢的回来了啊 那么现在的话 南嘉文反而把比分反超了 6比5 来到了最后一局 确实这场比赛还是非常有戏剧性的 对 很有看点 对 起伏特别大 对 上半场比赛是 咱刚安的一边状态不错啊 但经过中场休息之后 风云突变 另外一边的状态也起来了 对 现在就看最后一局的较量啊 这样的话 即使比较 虽然说比分这个差距比较小吧 但是两个队现在状态 就是拉开了很大的差距 对 而且连续的能够偷分 对于这个 不管是心态上 还是实际上的影响啊 南嘉文这边都是更占优的一方 后几局这个南嘉文发挥的特别好 他中间的三个球 衔机做的非常好 基本上都是这个拿分的关键 对 今天他的状态啊 经过中场休息调整之后 是更稳定了一些 对 我们相信在这一战二期比赛 他们这个了解场地的了解程度会越来越好的 因为这是第一场比赛嘛 对 之前没有在这个场地做过过多的训练 对 因为我们之前也说过啊 他们这个组其实进击的状态是不错的 包括在第一战比赛中 他们也是四战全胜的 现在就看最后一局的较量啊 谁能够拿下这场比赛 这一局依然是藏江亮队的后手 对 OK OK 第二分哦 扎 扎 顶线先擦一擦 先顶线擦一擦 线这样玩 我觉得线有点小 我要磕了感觉 磕一点可以顶线 没事这线挺好的 顶线 九 嗨 嗨 嗨 看了刚才 其实如果后手这一局 还有进攻机会的话 是完全会利用的 但是早些时候 赛亚亮用掉这个机会了 对 就是说这一局 这个边区进攻这个机会 在什么时候用 也要好好的思考 也很关键 对 其实这也是一个战术上的一个想法啊 对 一定要去看怎么利用这次机会 那么这一局就没办法了 因为赛亚亮之前用过 而且南加文这边是很早就用了 不过这之后一局相当有看头啊 后手拿一分是持平打家局 对 这样就打两分直接赢了 是的 磕 磕啊 你看线 磕 嗨一嗒 嗨一嗒 嗨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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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线路不错啊 下来了 力量偏大了一点 看能不能磕到 哎 放电了 再放一放 看它整个芸芯还是漏在那里面的 对 我想这张张他里面是什么 就是没有他那个 六区前进里面进里面 可以可以最多进里面 里面进里面 三秒八 我来我来我来 我来 线很好 线靠外一点 加文会不会减速呀 六六 六区可以下线擦 下线 下线擦到底 力量 六六六 下线 下线再下 大了 力量没问题啊 大吗 大就不用下了 对 插大了一点点 哎呦 这一球 但是还不错啊 正好听得人心 正好对 正好是在原心的位置 其实再好一点 应该再往上一点 不要每个球都投在原心上 是最好的 我就给你小点点 而且这球也是藏在了 张岳福的后面 对 看板 我底线 下线OK 力量 底线后取 哦 哦 下点线呀 还是力量偏大呀 看上又是一个磕甩 把头甩出来了 对 那么 这样的话 黄球选择一样的战术 对 还是应该往这个原心附近悬 其实这几个球 红球来说最好的效果 都一定要刻定啊 传定 嗯 传完之后 这个头正好定在前面 不要往外甩一甩的话 原心又露出来了 对 然后我们能看见 整个这个 原心后面是像一个口袋一样啊 这几个球 垫背的后面 所以家文这个球拖好了的话 黄球连打可能都打不出去 好 好 找他往一路的 一样 一样 行 八四一样呢 这个得懂 这个得懂 三套 行 行 线一样大下线 可以 哎 先不着急下啊 力量 力量 力量很好 可以下线了 这球线路还是不错啊 看着他就行 你这样我说下线他 下线 力量也很好啊 停到前面 可以 好球 好球 好球啊 这球效果更好一些啊 挺到了原心上方一点点的位置 我对这个 我看见了 这个现在是没交几场啊 对 三套 这可以放一放 现在专家量这球相当有压力了 很关键 对 这球 再小一点 增加量的 应该是他这一局的最后一球 再小一点 确实在决胜局双方这个局面打的也是非常的复杂 对 这些球悬科啊 都非常考验这个 应远的控线能力 他的诺气程度配合交流配合 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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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放啊 这线还是再放一放 哎呦好球啊 好球啊 这球效果好一点 正磕到了这个环球上面 对 而且磕完也是能够定住 对 但是现在说不好哪个球进 可以站自己黄球 对对对 好这样还是选择一个 还是要站 悬 悬 悬 这边好久没投了 会不会刺了一张 你们现在之所以选择这个战术应该是红球进 嗯 但这边点不太好投是啥 就是那个 前几个底线 这 对还是那个点 OK 加油 刚才这两个都是84 可以奔807580 7.5 好 先手男嘉文最后一头 这球非常关键啊 不是 力量大力量大力量大 超级出来 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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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够不够 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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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球没有沾到啊 很可惜 而且 啊 行 sorry 这要降太大了这个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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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力量还不错啊 对 这线路 对 掉下来了 你快点都可以 你力量小点都可以 这都行 宁小吴大站位就可以啊 现在也是 这边他没有 有小的失误啊 现在看红球能抓这个机会 但是他应该本来就一个劲了 嗯 就是说压力可能比较小 往从那儿他悬斩那个能不能引咱 他只是说 头到上面把这个线路啊 线路啊 角度封起来 他就是科技 咱这也不太好 他只能打 我这球线路好 我就往里头啊 你就宁小吴大 五区六区线路好就往里来 对 还是说失误区线路好 把这个力量 放小一点 投在这个大本营前去 也是可以 可以接受 可以保护作用的 是的 尤其是在最后一局啊 这种关键的局数之中啊 还是要打的更沉稳一些 更稳健一些 对 把自己的失误啊 控制到最 影响到最小 就算的失误了 也要是有一个好的方向去 对 不要给对手留下太好的机会 线路等一等啊 线路等一等 劲儿大吧 还行 你要劲儿大就往后来啊 不大 你确定不大啊 线可是大 对 线路很大啊 那擦出来吧 我感觉你这个好像 两个人比较犹豫啊 不知道这球该怎么办 对 这球判断的 哎呦 这样的话 有一个打甩 对 打甩正好能坐在云心上 整个球露出来的 对 这个球其实还不如再擦一擦 擦到后面 不给他一个打甩的机会 擦远一点吧 擦远一点啊 刚才这两个人的 就是对这个线路的判断啊 有点犹豫啊 反而给这边 这个其实就是 我觉得是交流上 没有做好一个很好的沟通啊 是 他们在这个 只做好A计划了 没想到这个B计划是什么样的 第二方案没有实施出来 对 就我们刚才说的 即使你失误了 也要有一个 就是不要给对手留的太好的机会 冰空比赛 对这个场上的随机应变能力啊 非常的有非常高的考验 对 尤其是你出手之后 看这个线路之后 去怎么跟队员沟通 两个人看能 就尽量的去挡救 补救一下 刚才那球 看这边 夏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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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头 全力 漂亮 好球 非常漂亮一个打甩啊 对 这个打甩非常好啊 范苏妍也是终于在这个最后一局的最后一头啊 抓住了最重要的机会 对 就虽然之前可能有一些小失误 但是这一球啊 投的非常漂亮 就是冰空比赛关键球打好了 整个就是 即使前面的成功率低也没有没有没有关系 没错 而且这个黄球应该是在我这看怎么击打打不出去的 是的 做的非常死在里面 赶紧 从第四局开始反超啊 对 也是一路逆袭啊 完成了一个逆转 对 果然还是南嘉文这边的实力会更强一些 这个时候我们看最后这球怎么打了啊 比较难了 现在 看看能不能打出来一个比较意外的效果吧 嗯 也是叫了一个战术短停 对 两个人商讨一下这个怎么打 也是最关键的一球啊 这一局 没有人把这就好了 这个不太包准 嗯 那你就知道二人 确实这球难度比较大啊 嗯 用给你点吧 不用吧 不用 嗯 也行啦 就可以了 就这样挺好 看来还是有机会的好像 还是有拿一分的机会的后手 对 但是难度应该比较高 因为在这个这边啊 看不到很好的这个角度啊 不知道营里是什么样的 最后一头啊 很有压力的一头啊 对 是直接的比赛结束啊 还是能够将比赛拖到加局 我怎么感觉线有点小呢 就看刘思佳这一头 选择了一个全球 哎呦 这球 可惜了 对 直接磕到了张晏湖 那么这样的话 男嘉文队再次的拿到一分 还是这个范泽园最后一球啊 对 效果非常好 偷爱 也是 两个人也是后来居上 一开始状态不是非常好 进入比赛状态比较慢 但是 从第四局中场休息之后 迅速的调整好自己的状态 完成了一个逆转 选胜 对 最终应该是以7比5的比分啊 男嘉文队获得了今天的首场胜利 战胜了增加亮队 这场比赛其实对于他们来说还是 非常的重要的啊 他们这种心理的调整能力啊 也是对他们来说非常大的一个成长 所以说这场比赛 男嘉文队获胜之后 我们今天早上时段的比赛啊 就结束了 接下来下午这个两点时段 我们依然会 男嘉文队依然会出阵啊 对战灵智队 今天下午这个时段就只有一场比赛 我们看另外一条赛道上啊 应该是刘瑞队取得了胜利啊 8比6 战胜了成货队 那么我们今天早上的比赛直播啊 暂时就是这样 也是欢迎您继续锁定我们北底传媒 继续锁定中国兵户瓜集训队的选拔赛 继续关注我们下午时段的比赛 各位观众 我们也是下次再会